参赛,现在辛茵斯获得了赛点 感觉塔塞亚已经无心恋战 比赛估计很快就会结束了 塔塞亚面对辛茵斯依然还没有办法 这是两位球员的第五次交手 前四次都是辛茵斯获胜 辛茵斯这一杆可以加赛来打一个 薄球,可以选择沉底 好,这一杆出问题了 所以说这一杆沉底可能会更好一些 来看一下塔塞亚 塔塞亚这种球风 给我的感觉他是那种矢乱中气的人 刚开始都弄得挺好 打着打着就不行了 一般在四十加或者四十三十这个阶段 就会出现钻电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个机会 能否把握住 塔塞亚的排名 现在临时排名是第二十一位 他的对手辛茵斯是第六位 塔塞亚其实本赛季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在世锦赛世界公开赛 是打进了决赛 五比十输给了小特 在苏格兰公开赛也是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 二十七十七十 二十七十 二十七十 28 这还不到30啊 又是出现了 无球可打的局面 所以刚才防守 这刚才一定要防死 因为现在红球比较分散 这杆防守的落点 还是可以 虎头蛇尾比较合适啊 最好是能够解到右侧的底带 带口附近的红球 好 还是会漏球啊 开始钓鱼了 塔塞尔这次并没有上当 并没有盲目的选择去进攻 哦还是想打吗 这是一个打带防 打带防也没有防好啊 关键是右侧的底带带口红球啊 是可以打的 金丝钓鱼成功 好 收网 但是并没有叫到彩球 打粉球 打粉球 来做一个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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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绿球的右下方的红球 应该还是可以看到整颗 应该还是可以把这个红球打下来 来球往这个咖啡球和绿球形成的这个障碍后面来防 刚才给到一个特写 老张的特写 有点像那个孤周梭里翁毒掉寒降雪的感觉 好看白球 哇 哇 带脚吃住了 带脚还形成了一些障碍啊 十字回球 带脚 肥肝防守的落点 还不错 哇 哇 哇 天呐 有一颗红球来到了带口 然后白球是被咖啡球挡住 这个麻烦了 这个是麻烦了 这个是麻烦了 这两颗红球 如果这个 就是这两颗红球啊不在这里的话 如果这两颗红球不在这里的话还可以尝试去打一个扎杆去把它解禁 现在这两颗红球是影响了扎杆的线路 从这边扎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想来一杆大力出奇迹啊 但是奇迹也出来了 碰到了篮球 这也是一个奇迹 金丝的机会 这杆要控制好力度 可以直接去叫黑球 一库弹起来 金丝加了左赛啊 这是让白球出去 出去之后的落点 我们看一下篮球还能不能打 我叫刘欣啊 我叫刘欣 六 七 四 我叫刘欣 还是往上方来蹬去调篮球 15 心思很心思真的非常稳健啊 他去和塔塞亚去对抗啊就感觉非常有信心 20 现在显得力不从心啊 没有办法 21 首先是两位球员的经验啊 差的太多 心思的经验太丰富了 一球成功率94%对87% 塔塞亚像塔塞亚这种依靠进攻的球员打出87的机球成功率是不及格的 呃 呃 长台 长台 长台71对71 差不多 26 啊 一样啊 就是一样 27 塔塞亚如果想赢老张 把这个机球成功率对调一下 还有可能打个决胜局获胜 有朋友其实说的很对啊 我也很认同 就是打球像下棋一样 打斯诺克其实是一个布局的过程 尤其是两位球员在 也需要在防守缠斗的时候啊 就是在布局 来K一下 没有K好 哎 这个比赛还会有变化 隔壁球台掌声雷动应该是 罗布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种球啊 你看塔塞亚的表情 打尽了之后没有叫到彩球 他会感觉到 这个信心啊 反而会受到打击 就像你去追一个女神啊 追到手的感觉 也就那样 这边 罗布正在整理自己的行囊 应该是已经获胜了 罗布5比2 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赛可能还会有变化 好 这个没有打进 没有打进 这个比赛 也没有漏球 但是这个没有打进 我觉得塔塞亚心里的最后一根 最后一根稻草已经完全把它压垮了 金斯还是不紧不慢的 做一根防守 塔塞亚有可能会进攻 黑球左侧的红球 打进 来看一下能否叫到彩球 不行 还是要来贴一杆黄球 打进 Depchaan Noh 1 Falm,Depchaan Noh 4 这个角度还是可以继续利用绿球来做 不要再走了 再走又漏球了 铁杆还是没有做上 非常好的机会啊 没有做上 金丝可以看到红球的整颗 来看一下有没有运气 这个运气来到了新丝这一边 谢谢大家 左侧的中带 刚才那个有可能是 阿塞亚 整届比赛的最后一竿 黑球的角度有一些大 可以选择打粉球 当然要看一下粉球出竿 有没有受到黑球的影响 心思还是想玩一下 还是想做一干 心思太坏了 太坏了 好 可以干 形成了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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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亚进攻没有打进,白球也没有跑上去,金丝的机会 好,不打,还是来做球,篮球依然形成了障碍 金丝把这个比赛节奏拿捏的死死的 费干漏球了,黄球的底带,虽然角度比较大,费干不会再防了吧 哇,还防一干 卡特亚是不想打了,我觉得不想打了 大力出奇迹,哎,这个奇迹依然发生 因为白球没法通过黄球的右边 所以说形成了free ball 费干如果再不打,我就关了啊 我就不拨了 我天哪 没有打进啊,这是没有打进啊 这不是不打,是没有打进 但是也是形成了斯诺克 哎 读哟 哇 金丝这局要输 看一下这一杆啊 低杆的拉球 吃酷来去走 好球啊 那么好 这个比赛还有啊 觉得这个比赛快完了 新思的这个黄球没有打进 新思早该进攻啊 有好几颗红球 这个黄球有好几个机会啊 早该进攻 都没有打 然后带口球又没有打进 这个比赛挺有意思 14 20 这个比赛来到了4比3 新思在干嘛 新思在干嘛 上一局新思可以早早的拿下比赛 现在比赛来到了第8局 这一局 对两个球员来讲非常关键 卡赛亚最后的机会了 直接选择来进攻 没有打进 白球还是往上方来防 就是在无奈 到达到4比赛 那就是上手 并不够 也好 并不够 假么 好 不够 加油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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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堆被打散 好来看一下这个白球 落点右侧的底带 看塔塞亚的表情啊 有可能会漏球 今次观察一下黑球的 左侧底带有没有下球 右侧底带的红球刚好是留下了机会 白球没有出来 金斯在观察防守的落点 请不吝点赞争 刚才没有听清啊 我觉得刚才裁判员是在提醒 金斯啊抓住要抓紧时间 我们也有两颗这个船球 组合球 嗯 好球 哎呀 关 篮球还行 完全是靠运气了 篮球打进摆回点位 摆回点位之后 篮球的右侧这颗红球 应该是没有进攻的线路 6 塔塞亚需要看一下代口球 漂亮 漂亮啊 这个比赛啊 如果塔塞亚这局获胜 这个就很难说了 这材材加了很强的左赛 配开红球 调到黑球 四十 现在黑球的左右两侧底带依然还没有开放 低杆应该还是先来打右侧的底带带口红球 白球上去来去调整粉球的中带 15 本球的下方这三颗红球都有右侧的底带 现在先来打 本球下方这三颗最左侧那一颗角度向下 刚好去叫到黑球的右侧底带 这几杆塔塞亚打的还是很清楚 22 哎呀 这杆没有处理好 现在如果进攻的话只能来拼 这两颗球肯定顶不好 顶完很难顶出机会 能来拼中带 没能打进 看一下 哎 对不起啊 29 我希望没有脖子 但是我非常是一只小时 那一只小时 我可以再拼中的 不要再拼中的 我可以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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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可以拼中的 我可以拼中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球 飞过来之后刚好可以来进攻右侧的底带 5 6 这一干我觉得他不是想利用带脚来走位 他是干法低了 无意当中啊吃到了带脚 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9 10 16 17 预感这个比赛会有决胜局 24 好 这一干是打的稍稍有点厚啊 25 稍稍有点厚 如果能够再薄一点 来求刚好可以过中线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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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0 20 啊不是带口啊留下了机会 因此绕过咖啡球来看一下这个落点 这球左侧这两颗红球还是难点 剩下这几颗红球都都不好处理 这杆需要去顶一下 好顶完之后的效果并不理想 先来防一杆 用左侧的这个红球啊打一个防守 白球往黄球的后面来防 丁俊辉的比赛结束了吗 嗯还没有 现在对手是63比0 台面还剩下67 看这个已经快输了 好已经超分了64比0 现在丁俊辉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想利用右侧的红球去借停这个红球没有借好 这个角度和距离心思可以选择进攻 想利用右侧的红球去借停这个红球没有借好 好了丁俊辉那边的比赛应该是结束了 我们的直播间里涌进了好多那边的球迷 我们来看一下心思啊 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心思啊 这干需要绕台 下来看落点 本球 落后了44分 台面还剩下51 就 这杆防守还是露出了破绽啊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在钓鱼 金斯今天钓了好几条鱼 这个是真是留下了机会啊 塔塞亚打劲 防一干 当然不防也行 防球可以打 打黄球可以两库啊 三库来去交到下方的红球 对啊 黑八老师那边已经结束了 马上就有高能预警大批球迷涌入 决胜局要来了 有很多朋友没有看第七局吧 那是第七局 非常有意思 决胜局来了 决胜局来了 就是一个第一次际战 祝和三位 比赛琛 打到决胜局啊 只能用阴差阳村 구 来形容 这干还是给塔塞亚留了一个远台 要来进攻了 哇天呐 准啊 带脚顶一下有运气 刚好叫到篮球 篮球的角度 塔塞亚没有选择篮球 咖啡球还是来走黑球的上方这一刻 长台70对78 中干一裤起来黑球的同带 球堆的周围有只有一颗红球可以单叫 黑球的左上方这两颗局面不是很清楚 这一干可以来顶一下球堆 形成了贴球 对他非常不利啊 这一干如果是贴球的话 贴的那颗红球是不能动的 所以说右侧的红球啊 现在塔塞亚没有办法去进攻 进攻中段打一干防守 对他订出来 Dapcha 13 对他订出来 冰军会输了 好 欣斯打在房打进一颗红球 看一下落点 这个落点还是 升贴 升贴绿球 John Higgins won 写到 白球沉底 没问题 欣斯可以选择最左侧那颗红球 来做防守 来球往黄球和咖啡球的后面来防 还是选择黑球 右侧的这一颗同样还是往黄球后面来防 好 这个力度不错 看一下弹起来之后 漂亮 漂亮 还是想把这个白球往黄球后面来防 卡特亚的临时排名是第21 11位 要来进攻 哇 这个可以直接把心思打坐下来 这个进攻太冒险了 长台 73%对79 还是需要低竿发力去ALI球 好 这个还行啊 现在右侧的中代有一颗红球 8 好球 但是没有到位 角度向上啊 没有到位 还是打的稍稍有点厚 金女辉输了 巴黎的绕台 没有避开绿球 我天哪 这运气又来了 运气从开始就在塔塞亚这一边 现在黑球的正上方的红球啊 刚好是有抵带 推进刚好要到黑球 角度比较直 滴干一裤 来去走最右侧红球 还是左侧底带 22 22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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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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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3 24 23 23 23 来拼这一杆粉球 捞干一裤 最下方的红球是有下球的 这个比赛恐怕 这个比赛很有意思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没有看权 损先57 台面还剩下75 打掉两套 可以来超分 这是塔塞亚上手的那一杆红球 这干法想来顶一下 好球 这干顶完之后 可以宣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哎呀 这个比赛心思还是输在了第七局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第七局非常有意思 塔塞亚的 金斯的防守啊 是让塔塞亚 留下了进攻的机会 但是西金斯 好几杆都没有去进攻那颗黄球 当那颗黄球留在了带口的时候 西金斯反而没有打进 导致了第七局啊 西金斯被对手拿下 本来5比2的比分成了4比3 73 翻车啊 真是翻车了 这局还是有机会打破百 81 82 中笠杆一酷啊 来去走黄球 中笠杆一酷啊 这场比赛 好了这场比赛最终的